受到中台杜苏瑞外围环流影响 新北市瑞芳区鼻头国小因领海受封面 所以风真的超大 一个大人都差点被吹走 因此校方这两天也紧急先取消暑期的使怀者营队 老师也改踩线上办公 校长李延昌坐镇学校 因为强风导致校园有多处毁损 不过还好大家都平安 那虽然我们鼻头国小离台风很远 但是我们的风还是一样很大很大很大 那我想我们感谢呢 我们所有的从局里面到公所到学校团队 对于整个台风的过程当中的关心以及协助 在事先呢我们所有台风的该固定的部分 或者该加强的部分都做得很完善 在台风来袭前校门口被紧紧的捆绑住 该固定的物品一个都不遗漏 瑞芳区鼻头国小每年到了东北季风总是风墙宇宙 学校早已经身经百战 因此这次台风来之前就早就做好准备 但是强风还是将校园部分建筑吹落 校长这两天依然镇守学校 走在操场上都差点走不太动 可见风势有多大 那因为风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死怀者营队今天就取消 那安全考量之下行政人员部分可以线上或者实体来都可以 所以一些相关硬车就是让我们整个鼻头团队老师孩子都有最大的安全保障 校长表示因为预期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事前就做好防台准备 但风势比预期还来得大 为了失声安全考量 原本的死怀者营队这两天先取消 行政人员在安全考量下可踩线上上班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